韩国的萨满教 大家好 我是嘉瑜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韩国的萨满教 听起来好像有点陌生什么是萨满 在韩国有一部电影叫做《哭声》 《哭声》的剧情是在描述韩国有一个人烟稀少的偏乡山村 在一名日本老人搬来之后陆续出现了很多的命案 作为当地警察的男主角 在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的女儿开始出现了异状 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但信仰天主教的男主角并不愿意听从岳母的提议 寻求村里的巫师来帮忙 直到神父完全无能为力之后才寻找萨满巫师来协助 在电影里面的场景有出现中邪、跳绳、驱魔、献祭 这个献祭是奉献的祭祭的祭 有出现这些场景 这些场景都充满了浓浓的韩国萨满教的色彩 还有另外一部票房不错的电影 就直接叫做萨满 他在讲述的是在泰国东北部 有一个伊善地区中的一个小村落 住在这边的人 他们都深信房子、森林、群山、树木、甚至是稻田 都有灵魂的存在 在这个部落里面 萨满巫席是世席的 所谓世席的意思就是必须由家族的人来继承 巫席指的是向鬼神助导的人 男生称为席、女生称为巫 在这个剧中 以萨满巫席为主题取材的摄影团队 所以一直跟随着有一位叫做尼姆的萨满女巫 在她的身边进行拍摄 为的是要捕捉到 女巫被神附身的瞬间 所以摄影机就开始收录到一些 发生在尼姆以及他们家族中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现象 尼姆的家族 他们信仰有一位叫做巴扬的三宗女神 他们世世代代都必须挑选一位女性家族的成员 来为巴扬 这位女神当作她的姬身 为巴扬来服务 某一天她却发现她的外甥女 敏似乎好像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那状态一天比一天恶化中 那变得越来越古怪 那在这个跟拍的过程当中啊 敏呢她就开始出现了人格异常 还有一些自残啊 下体流出大量精血啊 这些等等的很不可思议的症状 那敏呢她的母亲也就是尼姆的姐姐诺依 她认为呢这是巴扬要选敏成为他们家族下一代 萨满女巫的这个征兆 那一开始啊这个诺依呢就极力反对 敏的妈妈诺依就极力反对 那当初诺依跟尼姆呢在年轻的时候呢 也发生了相同的症状 那最后呢诺依呢为了要拒绝成为萨满女巫 所以她改信奉了天主教 后来才由妹妹尼姆呢来继承成为她们那一代的萨满女巫 那这个萨满呢她的信仰出现在早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 甚至于呢我们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那她们所信仰的呢是天地万物的一切 所以属于自然信仰也就是我们之前前几集讲的万物皆有灵 从这个自然现象呢延伸到风神雨神雷神电神火神 以及无生物的山神土地神水神石神海神 还有生物类的蛇神鸟神虎神树神草神草神花神等等 这些呢都是她们崇敬于信仰的对象 所以严格来说萨满她并不能说是一个宗教 她是一种信仰 从人类呢史前时代呢就留下了巫术的信仰 那这个巫术呢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所有宗教系统的起源 好那萨满的信仰呢分布的非常的广 从北亚中亚西藏 那中文呢称为萨满 那但是在中南美帝州的萨满信仰呢 他们又结合了当地的原住民文化 那虽然都是统称为萨满 但各地的文化不同 所以会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那萨满呢它不像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等的宗教 它有一个完整的系统 那亚洲的萨满信仰因为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 所以呢在仪式上你们会发现它有拿香这件事情 例如在萨满的这部电影中的仪式中呢 就有拿献香的部分 那剧中的这个女物呢在被巴扬附身后 它做了一个让众人很惊讶的举动 就是将香倒叉 那一般来说啊这个香倒叉呢代表三种意义 一个是紧急向神明求是 一个呢是挑衅神明 那第三个呢如果是在庙里的话呢 则代表的是请圣神离去 邀请邪妹入住的意思 那这个萨满信仰中的女巫啊或者巫师呢 他们被认为是掌握神秘知识 有能力进入人神合一 担任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媒介者 所以他们会具有致病消灾解恶啦 或者是占卜的这样的能力 那现在呢因为各个地区的不同呢 也有不同的名称 例如巫师驱魔师占卜师 以及上一集的日本神道教里面的巫女 那中国大陆民间呢 他们称之为跳大神或是跳神之人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的其共通性呢 结实来自于万物皆有灵的信仰 那因此各地区的萨满呢 都带着鲜明的民主文化与特色 那这个萨满信仰呢 从中国传入了朝鲜半岛后 那他慢慢的融入了当地的文化 那接着佛如道的思想呢 也相继进入了朝鲜半岛后 与萨满文化做一个融合 那逐渐呢形成了韩国本土的信仰 叫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朝鲜乌教 那在韩国呢所谓的乌堂 如果有看韩剧可能有看到 他们会称为乌堂 那乌堂呢就是女乌的意思 那也称为万神 那既然它是韩国本土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些称谓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那最常听到呢是乌堂代表女乌 也就是所谓的萨满乌者 那激州岛呢将女乌称为万神 那除了乌堂之外啊 还有许多对于乌者的称乌 比如说伯树是指的是男乌 那不过呢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也不难发现 在这个相关的这个上门文化里面呢 它有着浓厚的女性的色彩 所以实际上呢也是如此 女巫师的比率呢会比男巫师还要高 因此即便是男巫呢 他们多半也都穿着着女装的打扮 那在汉国的文化里面啊 符咒呢也是经常出现在电影里面的很重要的之一 那通常啊这个符咒啊是用来祈求神灵的保佑 也具有趋吉避凶的以及驱魔的效果 所以这与我们华人所使用的符咒概念呢是相同的 那因为呢符咒是从中国传入 那最早呢韩国的符咒上使用的文字呢也是汉字 那后来他们有了文字之后 符咒上的文字改成了他们熟悉的语言文字 那因为呢在传达意念以及能量的聚集时呢 使用熟悉的文字以及语言呢 这个能量呢才能完整的展现出来 那此外呢这个巫师们的占卜呢 也经常透过深层八字来分析未来的祸福 那这部分与华人的民俗信仰也是相似的 可是要怎么样呢才具备有巫师的条件呢 能够这个胜任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桥梁这样的角色 那通常呢会有两种 一种呢是家族本身就有萨满巫师血统的人 他们称为世袭巫 就是承袭的意思 世袭巫 那第二种呢是被神灵所选中附身的人 他们称为降神巫 好那世袭巫的部分呢顾名思义就是从家族血脉 传承到的这个巫师的体质 而降神巫呢则是由神灵所指定的对象 那通常成为降神巫的人呢 未必是自愿拥有这样的一个体质 而在普通人到这个成为降神巫的中间过程呢 会有人患上他们所称呼的叫做巫病的这样的症状 那这个症状其实白白款 可能是身体的某个部位突然产生严重的疼痛 或者是呢没有来的这个头昏脑脏 那也有可能产生幻听幻觉 好那这个病症啊会因人而异 那要化解这样的问题呢 只有接受降神成为巫师呢 才能得以解脱这样的病痛 那在朝鲜时代以前啊 信奉萨满教的人非常的多 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的教育水准啊 这个逐渐的提升 到今天我们的科技水平呢 也渐渐的发达 所以尽管目前这个韩国的民众的信仰呢 他们多为是基督教 而且韩国的官方呢 也未将萨满巫术列为正式的宗教 那也没有准确的信众的统计的数字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韩国的巷弄啊 还是可以看到有古老历史的萨满的象征 好那虽然经过的历史的变迁啊 他还是这个依旧呢 在我们民间呢 韩国的民间是相当的活跃 那也代表说 他保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存在 那今天呢 这个就是嘉瑜要跟大家分享的韩国萨满教 那接着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什么呢 敬请期待咯 拜拜 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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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梦